你敢信吗 魔术世界停服 这款游戏竟然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前段时间由于暴雪的离谱操作 导致无数暴雪玩家即将失去精神家园 网友们也在网上发起了 魔术世界停服你会去哪里的讨论 而其中一款叫《激战2》的老游戏 在玩家间的呼声特别高 我第一时间也跟孙大部队去了解了一下 才发现这游戏跟魔术世界竟还有些渊源 事情得从《激战2》的创始人 迈克奥布莱恩说起 当时还是暴雪十年老员工的他 搭建了战亡平台 为暴雪未来20年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主导开发魔术世界时 他与暴雪管理层发生了巨大的分歧 于是迈克和魔术世界负责人杰弗斯特兰 研发副总裁德里克·怀亚特 一同离开了暴雪 创立了《俄瑞娜奈塔》 2012年魔术熊猫人致命上线 同年 《激战2》横扫全球上百层大奖 在于而来 作为孪生兄弟 缘化游戏有了不少相似之处 比如奇幻题材 银河玩法 剧情房的 但在这之外 游戏理念却有天然之别 彻底观彻了创作者的3A理念 比如 魔术是战装输出 《激战2》则是无所定 还在动作模式 《魔术世界》双阵营 战场互推 《激战2》则是三方夸服混战 《魔术》一代版本 一代神器 每个版本打卡上班 干装备 《激战2》直接把装备 弄了个一劳永逸 不需要每个版本重新干 《魔术世界》时常付费 《激战2》打破常规 做了买断纸 一份钱玩一辈子 甚至不喝紧也能玩痛快 别的网友都得想办法 让玩家内卷 加强粘性和付费 而《激战2》根本不管这些 谁也没想在我这里选 都放松点 好好体验地球艺术的魅力 就在这波飞飞飞扬的 情报事件中 抱雪被刺国服玩家 《激战2》官方第一时间 站出来为玩家抱不平 收获好感无数 原住民对埃泽拉萨的伙伴们 也非常热情 大一解惑 免费带团 一车又一车 不过在魔术玩家心中 没有谁能代替魔术世界 但如果真要再找个游戏 暂时过渡 那《激战2》一定是个绝家之选